你看看那裡吊東西 要從窗戶上去 找到朋友的天台進去 今年9月 有人利用起重機把貨櫃屋由地下吊到工廈的天台上 到了10月 我們拍攝這棟藍色的工廈天台上 架建了4間貨櫃屋 窗口上安裝了抽氣扇 也疑似預留位置擺放冷氣機 這裏是葵櫥的金庫工業大廈天台 貨櫃屋內大約長20呎 間隔是正 也有獨立廁所 不過屋外的污水喉及電視未博好 相信還需要進行工程 我們亦發現工廈的頂層分隔成至少20個辦公室 根據查冊顯示 天台及頂樓的業權由喜悅發展有限公司持有 查閱工廈的圖質 貨櫃屋的位置本身是空地 但業主從來未向屋宇署申請加建這4間貨櫃屋 我們向屋宇署查詢涉事單位 當局確認貨櫃屋屬於為例僭建物 並即時發出清拆令 目前這4間貨櫃屋已清拆 天台上仍然見到幾塊板在地上 立法會議員柯創盛直斥 局與處在僭建和劏房問題執法不力 致租戶性命不顧 擔心一旦發生火警或其他意外 住客或租戶會白白斷送性命 促請當局加強執法和監管 東網記者 中由美報導 導航 不ции 有 不 有 fro 摩 oup